這些美麗的早餐,大家是否看到都很想吃呢? 還有些咖啡,是不是看到精神為之一陣呢? 但這間餐廳,其實早一兩年很多雜誌都介紹過 就是在彎仔越街,即是星街一帶,叫做APT 全名就是A Personal Trader 有這個名字,就是因為他們好像裁縫一樣,量身炮製早餐給你 不過今時今日,他們有一個外賣APP 你在上面選好哪三種材料? 我就選了炒蛋,牛油果,蘑菇這三款 剛才看到我選麵包就選了Fake Monlet 接著就是咖啡或者茶 如果你選咖啡的話,可以選用什麼咖啡豆 例如NuttyD 發訂單後,理論上15分鐘去拿都沒問題 不過APP搞了很久,就說我失敗了 幸好我落到去,適應很快就幫我調點 看看這個早餐多棒 有人說,樣子有點像老人丸送餐服務 對,包裝有點像 但是為了擺放得整齊很低 你看到他們做外賣,一點都不麻煩 看看這個炒蛋,仍然好像糖舌一樣 這麼大份和奶油 這個Fake Monlet 麵包 很有Freshly baked的感覺 這個牛油果,有Mesh 還有一塊塊,吃完超飽肚 這樣都不飽,吃蘋果薯仔沙律夠飽了吧 不過茶麵包呢,他就給錯了沙忌廉 我本來想要Beat With Hummus 外賣就不會預期賣上好看 但是好喝就行 這個Algray Tea 當然還有熱辣辣的蘑菇,真是好好味 好啦,第二天我看過APP也是蠻蠻的 索性打電話叫外賣 我今天就叫了Poach Take 菠菜真是超多超新鮮 這麼漂亮的牛油果,多吃幾次都不厭 今天我就叫了Sarado 今次他們弄適給Beat With Hummus 買一聽它紅色血淋淋的樣子 人家說紅菜頭有益 還有這杯咖啡 賣相用紙杯裝當然沒那麼好看 好喝就行 總括來說,我真的很欣賞這間餐廳 這麼認真做他們的食物 連外賣也有這份執著和堅持 還令我想起有疫情前 很多愛寵物的人士都會帶他們的狗狗 坐在露天好好地享受他們的咖啡 希望這個這麼艱難的時刻 大家都可以支持這麼高質素的小店 讓他們可以熬過這次大風浪